大家好 我是小胖 今天继续给大家做一下 震宝阁淘格五开 去打一个帮战 降维打击的比赛 接接牙 看一看这种强迫阵的比赛 那关键帮双能攻双灵波 再加一个花生寺 开一把天正 那对面大方神灵的女儿国表 这神木还站错位置 防御拳先来了 对面花生寺的速度 也没有关键帮这边 天正的淋波乘速度快 那个万里狼叶都已经出过手了 他这个防御拳才拉起来 对面选择的掀起者 做一做防守 一定有点不太好防 主要是关键帮前排的宝宝 他有点太狠 出发连接 再触发临终鸟 死亡套 再触发连接 再触发死亡套 打了四下 临终鸟打了五下 再来连接 直接A死女儿村 再来一下 赤血追击 再来一下临终鸟 触发比杀 触发临终鸟 这宝宝真的可以当尸陀佑 真的是可以当尸陀佑 我感觉这组号打包战是刚刚好 打建会 有点打不太过 之前在六七月份那会儿 这组号也是打过 那么几次建会了 确实那个胜率 不太行 这打建会欠缺了一些 因为他这个配置 还是以任务为主 以任务为主 所以说 更好的还是去做任务 打帮战 其实是恰到好处 你说 干做任务吧 总感觉欠缺了一些 打个帮战 带点那种降维打击的感觉的话 那就是恰到好处 龙公再卷一手 仅仅两个回合 队长风 倒快被团灭了 出发死亡套 再出发联机 再出发临终鸟 那观众风前排宝宝亲的 也就剩下两个 你别说队长风 亲宝宝效率还不错 地府都读一手 偏偏自己 加点血 射身取一 保一下 观众风是 也是舍得呀 一个四千多的宝宝 直接上那一手 射身取一 就舍得四千多血 宝宝是有感知的 所以说队长风 这些隐身宝宝 也有点不太好 也有点不太好扛的 神魔163 直接到地 队长风出了两个 这种归宿的隐身宝宝 应该是 应该是 应该是有刺行 花生寺 这手裙推 显得很寂寞 浪勇 再卷 防队长方的磁行 神又了 看看这个夜罗 岔队长方 能不能处理掉啊 换了个小马 对面是不是 某有磁行呀 看这个样子 很有可能 他是没有磁行的 绝对有这个可能性的 那没有磁行的话 比赛就这么结束了 对两方换个薰米 也没换死 关队长方 这个夜罗刹 拉起大堂 或者是神魔 对拉起神 大堂选择 平A普通宝宝 风剑残云 把这个夜罗刹 清掉 看这个样子 对面应该是没有磁行 那比赛就没了呀 没磁行就没得玩了 换狂暴 狂暴 瞬机的 对面的目标 就是要把关队 把所有的 开场宝宝 清掉 这目标很明确 就清宝宝 打不了 这打光战 确实是降维大截 除非是碰上对手的 那种主力队 怪家皇这边 可能打的会比较的 费劲 因为现在打帮派 联赛的那些团队 也都不差 也都不差 尤其是主力队 那都是有点实力的团队 这宝宝出去就不想回来 你说这玩意儿 咱们看下场 好的兄弟们 咱们看第二场比赛 第二场关队峰这边 带了一波的狂暴出来 咱们看一下 这波狂暴 是不是也是 失血追击 下灵中鸟了 这个 有钱 有钱 对面双尸 所以灵波 女儿家化身死 这个绝对的 强迫阵的回应 飞不太多 鸟阵 也是让对面 拿到的一手 物理系的速度 但伤害方面 有点欠缺了 先禁掉 关队峰 一颗宝宝 咱们看一下 这手 狂暴 是不是 也是啊 感觉到 关队峰这边 发威了 对面还有一个石头 没飞呢 有点疼 有点疼 吸血经脉 这个经脉 属于任务经脉 吸血这个经脉 属于任务经脉 剩下的 咱们看一下 关队峰前排的宝宝 是不是跟那一组 孔子啊 是一样的 就是出去了以后 他就不想回来了 感觉有点 那个味道 秒三狂暴 秒三狂暴 哎 他真的是啊 你这个 这这这这这 一回合呀 一回合 拜拜